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的故事 放DIF 放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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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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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完的衣服的话,上师融入了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行事,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第一四题应该讲讲不放逸,不放逸呢, 也是略说和广说来介绍,首先略说大家应该清楚, 佛子既如是坚持菩提心,恒情无邪带,莫为诸邪处。 宗词当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佛子菩萨来说, 既然前面依靠七指功等加行, 然后按照龙猛菩萨无诸菩萨两道传承的仪轨来接受菩提心的真心, 然后后心,让自他生起欢喜心的后心,通过加行真心后心, 一定受持了非常殊胜的愿菩提心和信菩提心, 那么这样的菩提心在自相续当中已经获得以后, 应该坚持掌握,坚持不能放弃,即使遇到生命危险, 我们所谓的菩提心也是不能舍弃的, 他这里的菩提心当然主要是世俗菩提心, 这样的世俗菩提心我们前往都不能舍弃, 这是在我们这个菩提心当中主要宣说的, 那么不舍弃的话,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当然以不放异和正知正念来不舍弃, 那么不放异的话,一定要尽情地不要懈怠, 凡是有利于众生的事情,什么事情都要做, 这是我们下面也会讲的, 因此在这里千万不能懈怠,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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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不放逸就是精神 对三门小心翼翼或者说精神取舍 这就是所谓的不放逸 那么不放逸在《学集论》当中 《学集论》当中什么叫做不放逸呢 即使无贪无乘 然后无耻而精进行持一切善法 并且在内心防护一切有路法 同时它成为一切世间和出世间功德福德的根本 这里面已经宣讲了所谓的不放逸的本体和不放逸的作用 不放逸的定义就是行持一切善法的一种精进 就是行持一切善法的一种精进 叫做不放逸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能受持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功德 就具有这种能力的一种心 叫做不放逸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入行论》的时候这样讲过 所谓的不放逸就是平时都是自己监督自己 自己提醒自己的一种心 比如说我在说什么呀 这个我能不能说啊 我现在在做什么 这个能不能做啊 我现在在想什么 这个能不能想啊 就是平时自己监督自己的特别注意 我们平时说的 这个人是特别注意 非常谨慎 像这样的一种行为 这样的一种心态 叫做不放逸 因此大家 不管你是当什么样的修行 但自相续当中还是自己 哦 我现在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 我的这个行为 跟世间的其他人是不相同的 那么我现在也不能抽烟 也不能喝酒 也不能做一些世间人 非常一些低劣的这种行为 都不能做的 应该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约束 我想一个人变成好人 也并不是特别的困难的 只能对自己与你倒下了吗 也不想看你这个声音啊 会发生国人运气货场 然后会发生国人运气货场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是你的观感 对自己也不是说什么 很高于米国人的小心地 对自己也不会发生国人运气货场 但是你为什么不想打开 所以然是自己 的心 每天实力都还是对个力气货场 就是一种识心中的 可以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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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广说的时候 大家应该对思维学处而不放异 思维下满难得的人生而不放异 还有思维我们所短的烦恼来不放异 分三个方面来宣说 其中第一个也是要讲不舍菩提心的合理性 舍弃菩提心的过患 然后教解不要舍弃菩提心的教言 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是第一个应该分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讲不舍弃菩提心的合理性 在颂福当中是这样讲的 于是不仅是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 世间的一些事情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平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也有可能自己反反复复地观察 就是思维 再决定这件事情要想做 也有可能这件事情稍微做一点观察 就是稍微做一点分析 但是并没有特别的详细的抉择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承诺 发这种誓言 而且口头上也说了 我必定是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世间上一般的一些事情 你到了中途或者在开端的时候 或者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 如果有改变的话 有改变的语言 改变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危险 也是可以的 任何一件事情的话 不一定是从开头到结尾 中间一点变化都不能发生 这种情况作为一个世间的事情来讲 并不是多的 应该是可以的 沟洺而言 是什么情况 是难过这点 athletes 可以的 人们真儿章 具象律的很明显 分析 那一件事情 也不完全有难 而 dot было 词 巴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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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在自相续当中 受持菩提心 舍菩提心 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受持菩提心 对众生的利益也好 这个事情 以前在千百万劫 以前诸佛菩萨 尤其是我们在娑婆世界当中的 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具有能照见一切万法 扯知一切宇宙真相的这些佛陀呢 通过他的尽所有之和如所有之 再三再次地去观察 观察以后觉得对众生 唯一有利益的就是菩提心 他们也是不仅是 他知道这是对众生有利的 而且在自己修道过程当中 也是依靠菩提心而成就的 所有的诸佛也是这样的 然后从菩萨的角度来讲 也是像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观音菩萨 以及西共朗菩萨等等 所有的这些菩萨 也是在学到的过程当中 通过他的超越的智慧 能再三地观察 一切诸佛的本体 然后也要以慈悲心来 观照所有的可怜众生 对这些众生唯一的 从轮回苦海里面 能获得解脱的唯一妙颖是什么呢 最后他们也是发现 这就是菩提心 所以所有的诸佛菩萨 以大智慧 大慈悲来再三观察 之后觉得发菩提心 对众生来讲是非常有利益的一件大事 而且我们自己虽然没有像 诸佛菩萨那样具有高尚的这种智慧 但自己凭自己的这种智慧 凭自己的见解 也在常识面前 再三地学习了菩提心的一些功德 知道了菩提心的利益 对自己和他人有帮助 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自己也是反反复复地思考 然后通过气质功当圆满加行以后 在诸佛菩萨金刚三世面前承诺 我要度化无量的众生 所以我们这样的承诺 并不是一群人的场合当中 我要做什么事情 第二天就开始顺便变了 就不像这样的 应该说是在无数的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也已经承诺了 承诺以后不能变的 然后我现在如果舍弃了 不度化众生 不利益众生 这样的誓言 那就是非常不好的 不应该贬土而复 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放弃了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其他什么东西都舍弃也是可以的 但永远都不能舍弃什么呢 就是珍贵的菩提心 每一个人当然对自己的修行 还是随着自己的誓言 随着自己的发愿 现在在诸佛菩萨面前也是 时时刻刻都是经常要发这个愿 我什么都舍弃 都是可以的 但菩提心就千万不能舍弃 大家在诸佛菩萨面前 也经常这样发这种誓言 而且这种誓言 得以圆满 祈求诸佛菩萨金刚上师 时时刻刻加持我的相续 应该这样来祈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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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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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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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失去了你他和你自己的这种机会 然后对解脱有非常大的障碍 就是从三个方面来讲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也是用三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宣讲 如果我们舍弃菩提心的话 一定会堕入恶趣 前面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若是利众生而不轻视你 则为其有情来生何所事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利益众生 没有利益众生而 虽然已经发了誓言 当时在诸佛菩萨面前发了誓言 发誓言的时候也是说了 诸佛菩萨你们一定要锤炼我 我从现在开始 以前的诸佛菩萨怎么样发愿 我也是这样发愿 我们一边合掌 一边大声地念了三遍 这就是发誓 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然后承诺所有的众生 当时我们说 三界路道的所有的人和非人 天人等等 你们到这里来 我给你们一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呢 暂时人天安乐和修进佛陀的安乐 我一定要给你们 所以我们在诸佛菩萨上面作证 然后三界众生 面前已经承诺了 当时路道众生 当然我们有些没有神通的 不一定听得到 但实际上你已经在承诺了 承诺以后 不一定对境能完全听得到 有些有神通的非人 一些饿鬼的众生 都欢喜得不得了 一个人生起菩提心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世间减少了一个坏人 然后就增上了一位菩萨 增上了一位菩萨的话 通过他的菩提心 通过他的善心的力量 对他们的身心 带来无比的快乐和利益 所以说 我们如果没有如此这样做 那么最后 我们的下场是什么样呢 必定会堕入恶趣的 你待在人间短暂的岁月当中 千万千万不要 舍弃你的菩提心 所谓的不舍弃菩提心 堪布根和尔德讲义里面也是想了 自己心里面发二愿 我从此以后不学大乘佛法 我从此以后不读众生 这就是所谓的舍弃菩提心 我们有些时候 人与人之间产生一些矛盾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比较可怕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跟我的一个道友 或者我跟任何一个众生 产生非常大的矛盾 然后自己心里面想 哎 这个人如果有机会 我要度他 我再也不度 你看那个人那么若和 如是如是的坏啊 我心里面这样想 虽然他是一个众生 但是我舍弃一个众生 我舍弃愿菩提心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可怕的 那这样想的话 这也是舍菩提心了 所以以后千万不要 心里面也信仰 心里面如果要接近 产生这种分别念的时候 马上要忏悔 第二天马上要念菩萨的仪轨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 菩萨戒如果毁完了以后 马上要受持 马上又恢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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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的功德和过失的合理性 下面在众子当中也是讲了 下面讲他的合理性 他这里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心里面想给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给给众生不是给众生但后来他并没有发这样的心 没有布施如果没有布施在佛经当中这样讲的《正法念诸经》里面已经说了 就是心里面想给众生而实际行动当中没有给的话 转生到饿鬼里面前 不仅是心里面想 而且发了誓言口头上也这样说了以后没有给的话 那么这种人堕入地狱当中 所以这种果报还非常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的想给的心态跟后来不想给的吝啬性的过失呢 相当大的 平时我们平时如果你要想给众生的话 尽量的再不要出尔反尔 就给了 如果口头上说的话 更应该给的 这是在佛经的一些奥妙的因果关系 大家也是非常难以思维的 因为佛经的这种奥妙 我们凡夫人是不可思议的 唯一佛陀才撤着的 那么佛经里面已经说 这种人堕入恶趣的 那更何况说 我们对所有的众生引擎在我们的前面 而且承诺 我以后给你 不是一般的东西 不是一般微不足道的东西 应该是无上安乐 极其珍贵的 无上正顿觉的 不可思议的这种安乐 我给众生已经答应了这样 已经承诺了 已经发了这种誓言 那么现在我根本没有给 不但是不给 而且我还要发额愿 就是说 虽然我给你们所有的众生 要给圆满佛国的安乐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义了 不给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果报更是不可言说了 中文字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丢了 在我看到很多众生引擎的里面 也有时间的 Lowther 的众生引擎 如果死亡 这些计划都还可以帮助 你用 inmune 不知道 这些计划有了 我还有话 在你串划有 fundin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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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